中國偷東西威脅利誘不說 其實飄竊更是厲害啊 現在呢最新的消息是 7奈米中興說他也要做了 而且還會出貨喔 所以國際社會都滿頭問號想說 奇怪我們不是不讓你買那個光刻機嗎 不是也制裁你了嗎 你竟然還能出貨 請教一下文山智林 這當中到底有什麼味道 的確中國在國際上面 針對高科技的 不管是這個資訊啊等等的偷拐搶騙這種 已經一點都不稀奇 好那最近中國就被逮到一件事情 就說欸不對啊 你的中興國際 你出這個晶片 給一家這個 比特幣的挖礦公司 欸7奈米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中興怎麼做得出7奈米 好啦那後來結果呢 因為他被逮到了 所以呢就看看說 到底你賣的這個7奈米晶片 是什麼樣的東西 結果發現說喔原來怎麼都有台積電的影子 否則對於中國來說 你的技術並沒有那麼的先進 然後你又被美國制裁 你又這個被限制這個光刻機的這個奶賣 好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怎麼會哇橫空出世 從14奈米也跳過了12 也跳過了10 直接就出來一個7奈米 這件事情起人移動 所以呢 結果呢 就被認為說 會不會有可能 其實他的確是仿冒了台積電 那他怎麼能夠仿冒台積電呢 是不是有可能他從台灣挖了一些人才過去 因為其實中國的偷改搶片 他也包括挖人才 可是因為美國 他們這個在防止這些資訊外流的過程中 立了很多新的法 然後訂了很多的新規則 所以呢 中國要從美國那邊挖人才 現在相對難度比較高 那台灣的部分呢 對於中國來說 語言也相通 然後來往也更為頻繁 所以看起來從台灣挖人才 或許是一個中國的出路 好那所以就有學界 就拜託說 趕快政府這件事情極為重要 因為晶片是台灣現在 這個驕傲於全世界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產業 它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所以為了防止人才外流 防止這個技術外流 我們恐怕應該要正視這個問題 訂出更嚴格的一些規定 以防止中國這種中芯國際 怎麼可能會在這種狀況底下 抄襲仿冒我們的七奈米 好那因為被查出來說 不對喔 你跟台積電的很像喔 那所以台積電怎麼辦 台積電你如果碰到這個現象 然後又有證據顯示說 對你真的超我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要採取一些行動 所以呢台積電也做出回應說 我當然把你急到死為止 而且把你急到死 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他們之前就曾經也有過這樣子的 急到死的經驗 然後使得中芯呢 也必須賠償一個天價 並且付出自己公司的這個股權給台積電啦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中芯採用這種偷拐搶片的這種方式來 這個橫空出世的一個七奈米 其實是仿冒我們台積電的話 這件事情其實在這個美國的眼中也是一件大事 好那可是中國自己的晶片到底目前為止呈現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態呢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大家都知道說 哇我們的這個晶片必須要超音感美 我們要全民大練星啊等等的 這是一個國家政策 所以其實這一段時間以來 中國就紛紛的出現各種這個晶片廠 然後也加碼投資 然後努力的快速的加大產能拼命的生產晶片 可是你生產晶片其實不是高端的那種晶片 不是最厲害的那種晶片 其實你是比較屬於中階的晶片 好那現在的狀況就變成說 好啦因為你國家的政策使得加大了產能 然後使得這個擴增了投資 然後所以呢你的晶片產量 就的確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那你大了之後 碰到的中國的狀況是疫情起來了 疫情起來了之後經濟萎縮了 因為你們時不時在封城嘛 那所以當經濟萎縮的時候 消費力道就減弱了 就沒有人要消費了 好那所以我上游的拼命的生產的晶片 前一陣子那怎麼辦就過剩啦 所以就要降價求售 那所以現在就呈現了一個雙面夹砂 你產量中低階的晶片產量又過剩 然後下游又卻沒有可承接的 甚至我就直接砍單了 我認賠殺出來 以免我接下來會賠更多 所以雙面夹砂的狀況 其實中國的晶片的市場 處在一個很不利的地位 好處在一個很不利的地位呢 那所以他們就希望說 那我們就趕快努力嘛 你看我們也是偷拐搶片 也是可以弄到7奈米啊 那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趕快發展一下 然後東偷西偷 我們總有一天可以超越這個台積電 好所以在2019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這個中國的網友 在微博上面問了一個問題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超越台積電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超越台積電 結果下面微博下面就很多人留言啊 提供各式各樣的建議啊等等 你知道到了最近喔 今年都2022年 它那個是2019年的發文 討論了三年之後還有人在下面持續討論 為什麼 因為三年了 你們沒進步 你們就是超越不了 所以你們到最後呢 其中有一個留言 大家就說獲得掌聲 什麼掌聲呢 就說不然我們來收復台灣 我們只要把台灣拿下 台積電救我們的 而且這個人是說 他在ASMO公司工作 就是出產光科技那個公司工作 他說你一直花這麼多錢 不如直接收復台灣 就不要再花錢了 你們超越不了的啦 對 可是他也坦言說 我真的非常佩服台積電 他們的技術真的是領先全球 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超越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台灣給拿下來 台灣拿下來 台積電在台灣 所以就可以順勢的 把台積電給拿下 想得美咧 剛剛余湘君跟鄭浩都有講 你想得美 就這樣 所以呢 現在晶片成為了一個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高端產業的時候 美國當然也就知道這件事情啊 那所以美國不是 就一直組一個晶片的四戰式 這四戰式呢 包括了美國 日本 台灣 以及南韓 所以美國就要組這樣子的晶片大聯盟的架構 就像他組這個印太安全架構一樣 這是一個晶片的架構 好 那為了這個互通有無 以及保障我們自己晶片的領先的這個地位 防止中國的竊取 防止中國利用這個晶片 來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所以他在組這個晶片大聯盟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個國家 他們就比較兩邊遊移 而不像台灣跟日本 就當然啊 這個當然是要加入晶片大聯盟 好 這個國家呢 就是南韓 那為什麼南韓會有一些左邊右邊 遊移不定呢 這就是因為南韓其實對於中國的經貿依存度 實在是太高 特別是晶片 南韓的晶片在中國的市場 每年喔 他佔他自己晶片市場的一半以上 那所以在這種 雞蛋都在同一個籃子裡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要加入這個晶片大聯盟的話 看起來就會跟中國阻斷了這個關係 這個對於南韓的經濟來說 當然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挑戰 那可是一邊又有美國 那所以在這樣互相的拉扯之下 雙方都在做各式各樣的動作 比如說中國 中國最厲害的就是幹嘛 就是嚇唬 嚇唬嚇唬你啦 就告訴你說 好啦你看 這個中國就告訴南韓啊 就說你們啊 要多做一些有利中韓關係的事情 就是這種話一出來就是 你自己好自為之囉 反正我們這個市場這麼的大 你要不要賺錢 恐怕你自己要好好的掂量掂量 這是中國的部分 好啦 那中國的這個駐韓國大使 當然也就到處奔走 跑去找了南韓的官員 找了南韓的大企業 因為大家都知道南韓的大企業 其實就是影響國家的政策嘛 好 去找了官員 去找了大企業施壓 那施壓了之後呢 美國當然知道啦 於是美國的總統拜登 就立刻跟韓國的SK集團的會長崔代元 那我們趕快來開一個視訊會議 那我們這個視訊會議 我們就趕快敲定喔 敲定了你這個SK集團 對美國追加投資 220億美金的投資 也就是說哇 雙方對於南韓的這個 拉扯的角力的力道是大的 那南韓裡面其實 的確有一股蠻強的勢力說 我們好像不應該跟美國靠那麼近 因為我們總是在中國旁邊嘛 我們要跟中國的這個關係 仍然是維持良好是比較重要的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的確有一股南韓內部很強大的 這個拉力存在 但是南韓的這些經濟的學者也分析說 其實就形勢上面而言 你到最後還是得要加入啦 加入這個四國的晶片聯盟啦 儘管對於南韓來說 有一點像是經濟自殺啦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國際局勢目前呈現的 就是要置中 因為你中國其實不管是 在經濟上 在晶片上 在這個武力上面 其實都對於全球造成 威脅的狀況底下 你勢必南韓是必須 要加入美國隊的 那所以這就是 台灣其實可以給南韓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當你所有的雞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受制於人啊 那所以當人家一威脅你恐嚇你說 你要給我好好的 掂量掂量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嚇到刷散 那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南韓應該要面對自己的經濟 是不是應該長期的依存在中國之下 其實現在選邊站真的是越來越明確